我们开始放人了 你们的聊天就会被进来的人听到 对 大概知道就行了 然后同时也会录音录像 对 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就先引申了 你们反正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三分钟以后这个铁军开始 我就先引申 我会在这一直看一直听 微信上会跟大家互动 好的 好的 对 如果王老师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随时发微信 没问题 没问题 你们都是老手 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 感谢大家 垂青大学沙龙 赤教大学沙龙 我就先引申了 谢谢王老师 谢谢 谢谢 你可以给我那个 有问题对我的话 可以用那个chat 那个box来说 我没带手机 好的 好的 如果那样我用chat 好的 谢谢 你 真的吗 没有 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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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源兄的这个王开源老师的这个委托来主持这次这个线上的讨论啊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啊 首先是今天的主讲人朱峰老师啊 朱峰教授呢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执行主任啊 这个这个朱老师以前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兄长啊是这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啊也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啊 他这个专长是中美关系东亚地区安全啊之后对一直这个南海海上安全的这个问题呢 有持续的这个研究啊 他曾经在这个布鲁金斯学会啊阿普大学这个Fireback Center 还有CSIS啊做过这个访问学者啊出版过很多的著作啊这个东洋安全方面的啊 导弹防御方面的啊这个人权方面的啊还有近些年主要是这个南海研究海洋安全这个命运共同体建设啊这个方面的啊 这个著作等身啊是国内啊这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啊 中美关系研究领域顶尖的学者 呃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平议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教授 他也是呃联大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的系主任啊 呃大明老师长期研究美国政治与外交还有中美关系啊 呃原来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啊 在清华大学呃也做过这个博后啊 是国内研究这个美国政治与外交啊 美国国会啊这个方面啊这个顶尖的学者啊 呃大明老师这些年一直这个对美国的大选 尤其是啊跟踪非常的紧密啊 从16年那一次啊特朗普啊 呃这个选举啊就开始在过去八年 这个也是一个持久战八年抗战都结束了啊 这个一直这个在跟踪美国的这个大选的问题啊 呃在国内我们这个这些公共的平台啊 啊像央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大明老师一直都是嘉宾啊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有幸请到两位来 这个给我们这个大家来分享啊 啊这个这次大选啊 呃他们的这个观察还有解读 呃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啊 呃于铁军啊也在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啊 做研究的工作啊 我的这个呃这个专业的研究方向是东亚国际关系啊 呃中美中日都做一些啊 呃然后还教国际关系史啊 呃我现在呢正好在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 亚太研究中心APERF做访问学者 呃他们有一个China Policy Fellow 呃县地呢也有一点感触啊 呃今天呢受开源兄的委托 呃来这个主持这次这个219期的大学沙龙啊 呃呃我们这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啊进入正题啊 首先我们邀请呃朱峰老师啊 然后这个先做个30到40分钟的主题的演讲 然后是大明老师啊有评论我们三个人有互动啊 呃之后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开放给这个今天我们可能线上有很多的听众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感兴趣啊 有半个小时的互动的时间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那个Q&A的那个session里边呢 可以把问题啊提到这个在zoom里边呢提出来 我们这个把这个问题提给两位嘉宾啊呃 请他们来回答啊呃 呃大家知道这次大选呢 大家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啊 虽然今年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选举啊 但是美国这次选举啊 大概是呃最这个呃能够引起大家关注的啊 呃即便是在大洋彼岸在中国啊 啊这个大家也是这个对这个问题 可能当天大家一直在跟踪的这个结果啊 呃之前也有大量的这个讨论啊 我看这个热度不比美国这差啊 啊当然选举结果现在已经沉岸落地啊 美国作为世界上现在还是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国家 啊可能他的影响在世界上无处不在 呃那么对他的这次大选啊 呃的世界影响现在呃可能大家都在非常关注的问题啊 呃斯坦福这边呃在大选之前是连续的有这个呃 这个讨论啊有关选举的各种问题啊 那么现在呢选举已经结束了啊 呃下面下一周呃展开的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影响啊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啊 啊我们这个讲座啊 呃凯元兄他们这个大学 沙龙这个讲座还是非常及时的啊 啊今天我们有两位国内在这个问题的顶尖的学者 来给大家分享呢 呃 那么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啊 那么首先邀请朱峰老师来这个发言 朱老师 好的 谢谢铁军老师的精彩的主持 也谢谢铁军老师的介绍 呃另外呃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呃王教授的邀请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呃大学沙龙 我觉得这个活动呃呃 呃确实办得非常好 这个呃呃 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 美国的这次大选呢 确实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 那中国呃呃 学术界包括呃 社会对这次美国大选的关注呢 我自己的呃呃观察 我自己的思考 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呃 这个不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两党制嘛 民主共和两党每四年一次 这个总统选举 但是今年的总统选举 最重要的特殊性 就在于特朗普 呃和哈利斯 那他们俩的这个选举 不是简单的每四年一次的两党 呃这个呃 竞选的一个重复 而是今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确实我相信可以载入 美国的呃 政治史的史册 包括特朗普5月30号 呃呃 被这个纽约曼哈顿法院的 这个十二位陪损员裁定 有三四项重罪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6月28号 特朗普和这个拜登的第一次 总统的这个电视辩论 那特朗普却是 他的各种表现压倒了 这个拜登 呃这个当时这个 呃美国民主党内的各种 要求拜登退选的声音 就已经开始出现 然后紧接着7月13号 这个特朗普在这个 宾夕法尼亚的巴特斯市 举行这个竞选招式被暗杀 但是呢命大 所以那个子弹穿透 他的耳朵最后打得满脸是血 但是那一张照片 后面是美国的国旗 特朗普依然在保安的触动下 这个正臂高呼 所以我相信这个事件确实是 对美国政治来说 不仅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 而且也使得 今年大选的特朗普的人气 是前所谓的高涨 所以到了7月13号 特朗普被暗杀这个事件出现以后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选情 以及今年美国围绕着大选 所出现的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 历史性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特朗普被暗杀的这个事件 发生之后 那在民意调查上 特朗普已经压倒性的领先于拜登 这个所以拜登最终不得不退选 那这在很大程度上 不仅是要保持民主党的这个脸面 很重要的还是因为今年总统大选 还有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改选 还有部分的州长的这个选举 所以呢 7月13号的这个拜登退选 核心的问题还不再是简单的 随来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人选究竟是谁 而是代表了美国民主共和的两大政治力量 在今年的这一系列的选举中 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权力竞争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已经远远超过了 或者是特朗普和哈利斯 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 还是今年的围绕着总统选举 美国的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再调整 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态势 那当然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特别关注美国 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的这个基本政策 最重要我们还关注美国的这个对华的外交政策 而美国的对华的外交政策 也是美国整体的这个区域和全球外交政策的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民主和共和两党在这个对华政策上 通过这次选举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个人认为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2017年到2021年 确实开创了美国在这个冷战后对华政策的 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调整和变化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1991年这个苏联解体 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虽然有一系列的争议 但是最终还是我们说重新制定一个基于这个engaging China 它是大家既有这个相互的合作包容 同时呢又当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也希望相互的影响相互的这个去改造对方 但是总体来说engaging China的政策的核心 是中美合作中美交往中美相互开放 但是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 2017年12月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非常明确的将中国定义为 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这也是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一次美国把中国提到了俄罗斯 或者以前的苏联的前面 认定中国构成了对美国最大的潜在的挑战和威胁 所以美国中国政策的质变 就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 那这个政策到2021年1月20号 拜登政府上台 这个民主党的拜登政府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后的中国政策 我把它定义为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也就是拜登政府继续延续了特朗普对华 战略打压 遏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 所以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从中国的学术界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美国的中国政策 总体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但问题是不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包括不同的政党的执政 在中国政策问题上 到底会有什么新的讨论 新的我们说的美国去努力推进的方向 美国对华的战略遏制和打压的力度 到底会不会有所调整 还是继续会一路高歌猛进 继续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对手的同时 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遏制和打压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我刚才讲了 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 我把它称之为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但是至少拜登政府执政四年 美国同样的今天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美国期待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冲突对抗 当然也包括合作的这种政策 到底的未来的endgame是什么 是你死我活 还是你输我赢 还是你战我躺 或者你立我倒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 这个相互依存 确实已经无法根本消除的这样一个世界 这样一个包括我们说全球主义的话题 也变得空前激励的世界 美国的中国政策 从我这个中国学者角度来说 我们并不希望美国会 所谓放松对中国的打压 但问题是这个政策的调整的 新的合理性 新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 我们当然很关注 而且我们都知道特朗普 拜登政府执政的这四年 开始是要decopling China 那后来也开始接受欧盟提出的叫de-risking 所以不同的总统候选人的最终的选举结果 不同的党派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这是我们第二个观察点 那当然我们还有第三个观察点 这第三个观察点就是 这个如果今年的美国选举会对美国国内政治社会 这个基本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推进 和未来的政策的演变 有实质性的影响 那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美国无意仍然今天还是老大 今天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权力结构 依然是unipolar 所以美国的predominance在国际关系中是不可能暂时出现实质性变化 但问题是美国如何在世界舞台 在对外关系扮演美国的这个单级霸权的这个老大假设 很大程度上确实也受美国国内政治 美国经济政策的这个不同的 我们说自定的这种偏好和重点都有实质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关注的第三个问题 到底是特朗普还是哈利斯当选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 那现在来看选举尘埃落定 我个人觉得呢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 这次的美国选举 我并不觉得是一个surprise 甚至我觉得 从十月份开始 我就觉得特朗普在选举态势上已经压倒了哈利斯 当然我们说七个代表型的民调机构的基本民调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得出的结论是 哈利斯还是保持优势 特朗普尽管在某一两个两三个这个民调机构的选情报告中 有所反弹 但是直到11月4号 这个民调机构还是认为哈利斯保持有1% 甚至到3%的民调领先优势 但是呢 从我这个观察 分析研究美国问题的 这个学者的角度来讲 其实从9月底到10月中旬 也有一系列不是简单的问美国民众 你到底投票投谁 是投特朗普还是哈利斯 而另外一种民调是问美国的选民 谁当选会给你带来一个 你认为更加乐观的美国 哈利斯和特朗普未来谁成为美国总统 让你对未来的美国生活会更加乐观 同样第三个问题又出现 那就是无论是哈利斯还是特朗普 谁当选让你对自己的国家的 今后的政策的这个变化会更有信心 那以这样一个基本的视角 所进行的民意调查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美国选民的回答 是决定性的倾向特朗普 所以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民调 这次确实也为我们提供了 如何观察美国这个党派政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辩量 如果你这个民调只是基于 你在党派立场上 你到底是投谁 那毫无疑问美国的受访的民众 他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政党路线 所以民主党的支持者同情者 这个拥戴者一定回投哈利斯 那共和党的大部分都回投特朗普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在对选民的心态和他们的思考 超越某种这种党派的阵营对立 让他们去客观清醒的评价 谁当选 让你觉得更为乐观 更有希望对未来的美国态度会变得更加积极 就是我刚才讲 这样一种民调的这个数据的结果 特朗普完全压倒了哈利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10月中旬开始 我就认为今年的选情 基本上已经 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 拥有对哈利斯的影响 不管特朗普是一个多么的具有争议的政治人 但是对一般的美国民众 谁是一个未来的美国更强有力的领导人 谁的执政的这个倾向和结果 会让你对美国更有信心 那我个人觉得这样一个民调的调查 已经揭示 多数的美国人看好的 恰恰不是哈利斯 而是特朗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11月5号投票日 已经随后所进行的这个复杂的 这个点票结果 但是在那之前我个人的观察 我觉得特朗普今年的胜率 已经远远超过哈利斯 那这里面同样 也有两个非常关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哈利斯能够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恰恰是今年美国选举政治 出现戏剧性历史性变化的结果 这个现任总统退选 然后替副总统上任 自1892年克里夫兰政府以来 这是第二次 但是我们谁都很清楚 美国副总统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 并不是一个显赫的人 副总统在美国的权力 政治结构中 甚至是一个相对来说边缘化的人 而且特朗普哈利斯又是一个 有色人种的妇女总统候选人 当然我不想说这个 比如说美国民众 他是否在心态上已经接受了 这样一个有色人种的妇女总统来执政 但是至少就是副总统本来 他就不是美国权力 政治架构中的一个决定性的 政治势力或者一个政治人物 那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 哈利斯虽然口才了得 这个竞选的造势的各种形象语言非常生动 而且民主党在这个竞选资金的募集上 从这个八月初开始是特朗普的三到五倍 所以民主党现在在这次选举中是全力支持哈利斯 但是我更注意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哈利斯在美国选民心中的权力和实力地位 使政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所以这个问题同样常常是 我们说在基本的民调中被忽视的 那与此相关联的 就是美国选民是否真的已经做好 选出一个不仅是妇女总统 而且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妇女人总统 所以对此我也有很大的疑虑 那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现在的选举结果已经成来落定 所以对于多数的中国学者来说 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big surprise 就是从我们的基本的 对美国选举政治的认识和理解来讲 特朗普当选 这完全不是一个 我们说出乎意料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调大明教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 中国国内的非常著名的专家 所以大明也可以待会从这个角度谈谈你的看法 但是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讲 这次特朗普当选不仅不是例外 反而是我们认为是一个正在寻求变革 寻求内外政策需要出现新的 甚至决定性调整的这样一种 美国社会和政治声音的节目 所以我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次美国大选的结局的认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从80年代后半期 里根经济学开始决定性的调整 美国的产业政策 因为当时美国的劳工成本上升 环境成本上升 所以制造业成本上升 非常的迅速 那里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调整 就是除了将一些核心的 这个制造业留在美国 包括像飞机 这个汽车和芯片 半导体等等 那将大量的中地端的制造业 开始outsourcing到世界其他地方 就是我们说外包 那这个结果就造成了铁锈州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铁锈州的概念 不仅是美国传统的这些工业制造基地 因为大量产业外包而出现的 这个制造业的这个空心化 同时它要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 美国的整体的国家实力 在不断的上升 但是美国GDP构成中 制造业所占比在不断的下降 所以到了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 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 只有18.2% 而金融服务业占据美国GDP的 将近75以上的比例 所以美国的很多国家实力 在进一步上升 但是大量的制造业外包 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一个是美国GDP比重中 金融服务业所占的这个比重 过于巨大制造业萎缩 而制造业萎缩的结果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白领工作机会开始流逝 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开始扩大 11%的美国的顶级富豪 所具有的财富 几乎涵盖了接下来的80%的 美国选民的这个基本的财富收入 所以制造业外移的结果 就是一方面中产阶级萎缩 第二个低收入人群扩大 第三个是美国财富分配的阶层配比 越来越我们说这个完全的失序失衡 那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80年代后期 里根经济学学开始制造业外包 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 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所以中国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之所以46年中国的经济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当然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政策开放 改革开放的政策 确实非常的这个历史性的 给中国带来了活力和升级 当然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这些60后都目睹了中国 从70年代后半去到今天 到底是怎么变化过来的 中国人的勤劳吃苦肯干 我们的这种民族精神 确实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核心的 这个我们说竞争力的来源 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 确实我们赶上了大好的时机 而美国对华接触合作 再加上美国的产业制造业外移 以及苏联解体以后的整个席卷世界的全球化 还有信息化的 这个新的技术革命的进步浪潮 所以毫无疑问 改革开放到今天 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 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国际因素 最为重要最为积极的国际因素 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 未来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巨大调整 因为这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的来分析 来思考中国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调整 我们如何去更好的适应面对 这样一个变化的世界 我们如何去客观清醒的认识到 美国中国政策的变化 恰恰带来的是 中国国际营商环境的变化 所以这些问题 同样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所以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共同探讨的 那就是特朗普上台的美国 毫无疑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那待会儿铁军老师和大明老师都会讲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特朗普2.0版将会不仅给中国 也会给世界带来一个新的 美国利益中心主义的美国 一个新的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 贸易商业环保政策 重新崛起抬头 甚至泛滥的美国 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也是我想今天 跟各位线上的观众我们一起分享的 今天特朗普对这个中美关系也好 对世界政治带来的冲击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 不是民主不民族 也不是个性和美国人的这个 基本的政治理解的这种民主自由的 我们说开放和相互的约束 而恰恰是特朗普本人 他代表的美国右翼极端 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 那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 到他拜登 然后到现在竞选连任 特朗普的内外政策的本质 不仅是要使得美国再度强大 再度伟大 最重要的是 今天特朗普团队的基本的政策倾向 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贸易上要推行 非常强硬的进攻性的贸易保护主义 他的前贸易谈判代表 这个Lightheater 我们都知道 他在美国学术界 美国政策界被贴上的最重要的标签 他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 他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重要的 倡导者 执行者 如果特朗普真的上台 这个为了进一步提升美国国内制造业 然后大大的削弱 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口 甚至在他的竞选言论中 要威胁 威胁就是要对中国对美出口 加征60%到100%的关税 然后对美国的欧洲 亚洲盟友对美国的出口 都要加征10%的关税 那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 这意味着真的全球化时代 在特朗普2.0版会彻底结束了 那第二个 特朗普执政今天 非常重要的是 特朗普要进一步提升 现在美国国内的石油天然期的开展 甚至特朗普还要继续第一任期 他的基本认知 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气候减排 这个带来的气候变冷这些现象 他都多次公开讲过 这是谣言 他根本不信 如果真的是美国要进一步扩大核电厂 建设进一步的加大油气的开发 甚至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进一步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减少所谓清洁能源 绿色能源的 这个整个我们说在能源结构改造中的 这个国际责任和义务 这不仅是一个保护主义的美国 这会让我们认为 美国又重新回到了 一个美国利己主义 一个利己主义的美国 他从世界减排 包括清洁能源的这个追求 开始又重新格格步入的美国 那第三个 特朗普2.0版带来的是什么 那毫无疑问 确实带来的是 这个美国对这个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的进一步增强 和这个来推进 但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 他一定会跟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就我们说的自由国际主义拉开距离 特朗普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强调 这个美国作为一个老大的 对其他盟友的这个保护责任 那盟友必须给美国有更多的缴费 有更多的防务合作的承担 对美国有更多的利益输送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样一种非自由国际主义的政策 到底会对乌克兰战争 尾巴冲突 以及今天依然复杂严峻的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特朗普今年竞选的时候 有一次他曾经非常有意思的谈到 说他相信金正恩现在一定非常的想念他 因为他第一任期和金正恩举行了将近三次首脑会 就完全突破了 我们说从1950年朝鲜战争结束到现在 美朝这个首脑没有任何交集的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特朗普坚信他的个人的魅力外交 可以是今天的乌克兰战争 今天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可以去进行有效的突破 化解的他的最重要的外交资产 特朗普愿意回到他第一任期 跟普京保持这个定期的对话 然后对朝鲜要施展他作为美国总统的领袖的魅力 那这对拜登政府这四年的这个欧洲外交和亚洲外交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同样这个问题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话题 如果说拜登政府是要坚定的推动各种所谓的盟伴体系的 再重合再组织来进一步的围堵中国 那特朗普现在上台以后 他的这个针对中国的在地区安全层次上操作手法 究竟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都非常关注 那当然最后一点 我们认为特朗普上台 那对于今天的美国政治社会来讲 他是在运来一次新的这个社会意识的变革 还是政治主张的变革 特朗普的各种这个司法官司纠纷 随着被选举为美国总统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完全会取消的状态 因为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一旦被民众投票 确认他代表了美国民意的最重要的 这个权力的承担者和交付者 那么这就是对一个人的所有的司法责任最大的豁免 也是对一个人的最大的 这个从法律上的这种信任 所以我相信特朗普最重要的是这次再度竞选成功 他的基本的法律官司就会 甚至会一笔勾销 但问题是特朗普的理念 特朗普想要推动的美国变革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朗普竞选结束以后 这两天美国大选结束以后 却是美国媒体对未来的美国的变化 特朗普竞选成功的影响的这种争论 这种既有非常消极的观点 但是呢也有一些积极的看法 所以这种争论还才刚刚开始 所以选举结束 总统选举结束了 但是一个新的美国到底如何展开 恐怕才刚刚开始 所以从一个中国的学者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这次美国选举 不仅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视角 新的这种我们说思维高度 来全面客观清醒的看待美国的变化 同时这些美国的变化 如何能够对中国带来新的 这个我们说这个影响 让我们不仅去思考未来的中美关系 同样思考世界政治国际秩序 有可能出现了变化 确实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最后简单的想谈一下我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这次美国选举 不仅给中美两国 而且给世界正在带来一个新的美国 一个不仅是特朗普主义主打的美国 更是一个民粹主义思想 空前高昂的美国 一个想要利用自己的美国的霸权实力和地位 重新来调整 重新来制定国际市场贸易和经济互动规则的美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特朗普执政 到底怎么影响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未来发展 我个人今天真的是心情沉重 因为毫无疑问 从1978年到今天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就是中国不断的走深 走时进入世界主流的经济 贸易 科技 市场体系的过程 所以我刚才也非常坦率的说 我们60后的学者 亲眼目睹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美国因素 对于牵动 对于改造 对于影响 中国进入世界主流经济贸易 发展体系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今天特朗普2.0版会意味着美国的倒退 意味着美国想要重新洗白 意味着美国甚至基于自己的民粹的思想和利益中心主义 来重新修改 我们经常说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那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到底如何应对 那当然第二个结论 今天美国国内社会政治 在特朗普2.0时代的变化 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 我们也希望看到美国重回 中产阶级主导的 美国梦 一个self made 市场活跃 又充满法治的 美国梦 但问题就是 这三四十年的美国的社会激励的变化 在多大程度上 特朗普的未来四年之争 会去推动一个客观理想的发展方向 还是会给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这种不安 这种我们说过渡性的这种躁动 会带来新的压力 新的混乱 所以总的来讲 这个我觉得特朗普当选确实对我们中国学者提供美国非常重要的 更加需要清醒 理性认识美国的机会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朱老师 朱老师刚才非常清晰的把这次大选选前的这个情况 大家的判断 以及在中国大家是怎么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然后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 最后重点是放到这个这次选举特朗普2.0版的 这个对美国国内 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对世界这个范围之内 在经济这个方面 在地区安全这个方面 在全球性问题这些方面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进行了这个解读 朱老师我感觉好像是相对悲观 对特朗普这个上台之后 产生的影响 心情沉重 无论是对美国的未来 还是他特朗普2.0对世界的影响 那么我们还是先请大明老师来评议 大明老师有请 谢谢刘老师主持 刚才听到朱峰老师的这个 各个方面也非常 有高度 同时很全面的 这个指点之后呢 确实也让我对于 这次选举 其他对于社会 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 有更清晰的 更深入的这个认识 我也确实受益很多 这个谈不上这个点评了 就是或者就从 谈谈学习体会 或者也从自己的 也有荣幸 从自己的角度 也谈谈 这个关于这次选举的一些情况 也供朱老师 依老师多批评 也供各位听众多批评 多指点了 那么确实 如刚才朱老师刚才谈的 所有内容 我也都受教 并且也同意 这样选举呢 确实因为它 好像跟以往的选举 有点不同 就是当然我们说 每次好像 这美国的选举 都好像挺不一样的 都好像说 什么持续的撕裂 美国社会 更加激烈等等 那么这次选举 确实就是说 它好像这种 戏剧性的成分 或者说这种 让人不可预期的成分 是比较充分的 比如说 出现了这个 林郑换将的情况 出现了这个 这个政治暴力 表现为这个 对于候选人的这种 刺杀的这种可能性 刺杀未遂的这种情况 等等 确实以往选举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多 而且 让人感觉好像 就是扑朔迷离的感觉 就是 以往的选举 好像是 一开始 两个党的候选人 不确定 然后通过初选 确定两个人的 这个 谁对谁 然后 最后确定一个人选 是一点一点 不断的 这个 这个看清楚情况的过程 这个选举让人感觉 好像说 就持续的 有这种 是从不 从确定到 不确定的 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 从去年 九月份 其实不是去年九月份了 是 2022年十月 2022年十一月十五号 也就是中期选举 结束刚一周的时间 特朗普就宣布要参选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基本上都认为 就是二赛 结果发现后来完全不是 甚至到了 七月二十一号 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有的观点才认为 这次大选才刚刚开始 比如说大选 其实不是一年 而是一百零五天 所以其实 确实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那么这些不确定因素呢 坦率讲呢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 外界的这种观察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牵动的 大家总觉得好像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在过去 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已经被各种议题宣告过 选举结束了 比如说 什么7月13号 特朗普一次 大家说什么选举结束了 然后6月27号 这个两个人 拜登跟特朗普 辩论不理想 然后选举结束了 然后把哈里斯换上来 然后哈里斯 8月5号 8月6号 中国民调领先了 然后选举结束了 就好像真的是 就是判断起来 好像有很多 因为这种不确定因素 那种障碍 但是我觉得呢 可能 我同意刚才 朱老师谈到的 就是这种 在整个趋势上 或者在选举的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 结构上 民主党并不特别占优 优势并不明显 这个态势呢 恐怕 还是从选举一开始 就比较清楚的 应该说 哈里斯 这个比较仓促接班呢 也没有明确的改变 这个对民主党不利的 这个局面 我理解呢 我当时觉得 这次选举这么一个结果呢 我们知道 其实不但是 选举人团 比较大幅度的赢 当然是 在地图意义上 选举人团现在看 可能是最大规模的赢了 就是312比226了 包括选民票 也有比较大的 这个胜出 现在看 而且像今天的投票率 还是比较 恐怕还是比较高的 1.6亿人投票 等等 那么这个 这个让人感觉 其实就有一种 这个特朗普 作为一个前任总统 有一种 这种准连任的感觉 就是他其实 本来不是等了四年 但是其实有点准连任 这么一个感觉 我倒觉得 真的一场 这个前任总统准连任的 这么一场选举 那么 我觉得可能 从选举结构上看 其实对民主党不利 可能有三四个方面 是当时都不利的 首先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次选举 使用的这个 选举人团的这个地图 是2020年人口普查之后 的那个结果 那么2020年人口普查之后 有13个州 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 有六个州 这个增加了选举人团票数 那其中 像登萨斯这样的州 增加了两个 其他增加了一个 有七个州 是减少了选举人团票数 都增加了 都减少了一个 那么这六个增加的州里面 有四个州被认为是 传统的共和党主导州 那么那七个减少的州里面 只有两个被认为是 传统的共和党州 所以这样看的话 应该说 这个整体 从这个最基底的 这个票数上看 那如果 这个按照 就是新的地图 这么一个算法的话 其实对民主党来说 就是这个 平天的这种 减少了这种 上下减少了六票 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这样看的话 应该说 从起点来说 对民主党 就不是那么有利 再加上我们看到 其实在过去四年 选民结构 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数据显示 在过去四年 这个选民 合法选民 选美增加了 3%左右的 这种情况下 那么拉美裔的 合法选民 增长了12% 非裔的合法选民 也增长了 不到7% 那么亚裔 也增长 15%左右 但是亚裔 本身这个比例小 这让15% 其实最后的比例 也还是 相对 其他族裔还是少一些 只是增速快 当然无论如何 就是说 这次选举 是面对了一个 在人口结构 或者选民结构 意义上 非常多元的 这么一次 当然未来 可能会越来越多元 工前多元 这么一次选举的 选民结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 其实哈里斯 或者民主党人 本来在 本来 就是身份政治 这么 就是身份政治 标签这么强的 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有效的 拿到这些选民票 拿到这些 少数族裔的 这些选票 比如说 如果看 按照出口民调显示 如果哈里斯 在这次选举当中 非裔的这个支持度 真的只有85%的话 那其实就意味着 2016年以来 2016 希拉里是93 2020 拜登大概是90左右 那现在是85 那就是 过去三次选举当中 这个民主党在非洲裔 就是最基本的 这个少数族裔 这个盘里面 是在累退的 是持续下降 恐怕在拉美裔 在亚裔的数字 也大概如此 那反过来说 那他在下降 那反过来说 共和党其实 在这些少数族裔当中 这个支持度 是在稳稳的 虽然小幅啊 在上升呢 所以这个应该说 我觉得恐怕对于 民主党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就是他 就是面对这个选民结构 本身他的回应度 也是在 也是更加 或者说 更无效的吧 不是更有效的吧 另外其实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这个 我们 美国媒体这么说 就是这个 影响选举的一些 当家的一些国内议题 包括经济啊 主要通胀了 包括边境啊 这个移民政策呀 包括这个 罗维索维德 这个生命权和选择权 这些议题啊 被认为是影响选举的议题啊 当然其实未必是 完全就是美国公众 关注的议题 当然经济通胀 第一都一样了 他及他后续 就是医疗啊 教育啊 可能就是 他未必影响选举啊 可能就是不被列到 这个影响选举的议题里面 那么这些议题里面 好像当家议题啊 经济啊 移民这些议题呢 好像大多数的 看到的数据都显示呢 可能对于民主党的这种 不满是更大的 反倒是对于 特朗普的这种 这种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这种信任啊 可能更明显 可见选民的这种 记忆啊 这种 有的 有的 有的国家叫做什么 金鱼效应等等啊 就是也不知道 全然就对 现任不满 不知道为什么 对前任就满意了啊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态势本身 好像是 对民主党不利 这个叫做 就在任者包袱 或者在任者略识 是比较明显的 你再比如说 实际上 这两种候选人本身 当然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了 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的话 我相信 也不会到最后 看上去 这么势均力敌 应该有一个 比较 如果有一方 特别优质的候选人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个 压倒性的局面 但虽然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但事实上 两党 两个候选人 如果从各自的 对比各自政党内部的地位 或者影响力的话 那还是有区别的 特朗普获得初选 提名的理由 是无人能及 就是无出其右 没人对他 对他明显构成威胁 而且他本人 应该说 在过去一段时间 也持续推进了 所谓的共和党的 特朗普化 在党内的这种影响力 共治力是比较明显的 几场情势起诉 刚才周朗普也提到 最后也没有影响到 他竞选 然后他还是选择了一个 当然可以开始觉得 非常有争议 确实有些言论 比较极尽极端 但是在这场选举 特别需要 比较清晰的 至少是政策表达的时候 至少他这个副手人选 还是有能够 做比较清晰的政策表达 相对于那其他三个人而言 另外说不是减分吧 对于哈里斯来说 我觉得我们很难有 我没有任何证据去评判 他个人的能为 到底有如何 高下 这个选举的结果 可能跟他个人能为 也没有判断他 个人能为的可能性 或者说我们只能说 他接棒的时候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完成一场比较好的选举 你接棒的时候 离击选举还有105天 而且要马上投入 比较高密度的竞选 所以应该说 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准备自己的政策议题 政策阐述 怎么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选举形象 世人 都太仓促了 他没有足够的空间 他毕竟是副总统 这个总统有战者包袱 那他就没有 他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 共和党才会批评 你说你要翻开历史新页 从哪页开始翻呢 你要让我 你重够这么多 未来四年如何如何 过去将近四年 都没有做 我怎么知道 来给自己做一个 比较好的竞选 对这个大概恐怕 在两个候选人的比较而言 或者说 他们各自对于本党的这种 能够驱动的这种资源而言 也有区别 所以我觉得恐怕 这些是基本的选举的一些 制度啊 选民啊 这个议题啊 两党的情况啊 恐怕都对民主党 不是那么有利 所以我觉得恐怕 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呢 恐怕也不是在 真是不是在 不是在明显的意料之外 相对于16年来说 恐怕还有更多的准备 我的意思是 不是心理建设 心理准备等等 那么这个选举 到底对于 美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么几个 想法啊 也是供各位 供中老师 依老师 供各位老师批评了 那么第一个 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美国政治 它确实 就进入了一个保守派周期吧 2016年 他这个出乎 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当选 当然中国国内 有些学者啊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就认为 可能是一个 旧周期的结束 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 是个保守派周期的开始 那2016年 说他开始了 可能还是为时上早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 所以我们才继续往于2020年的选举结果呢 来证明20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2020年疫情的背景呢 确实太特殊了 那这次选举呢 呃 或许有验证了 20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毕竟他回来了 而且他的回来呢 他的回归呢 让拜登这四年呢 好像看上去的偶 反倒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我觉得恐怕是个保守周期的到来 当然保守周期的到来 包括周期的变化 包括核心选民结构的变化 我觉得虽然没有完全的 呃 就是一步到位的 就是完全的变成了一个另外的结构 但是这种结构的变化 似乎是在不断的推进 而且好像是持续的这个加速的 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 这个身份政治和所谓的经济阶层之间的 这样一个对决啊 少是族裔为什么更多的 反而往民主党方向去倾斜了啊 甚至在全美范围内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红疑啊 呃 特别是少是族裔男性啊 那恐怕跟核心选民结构是有关系的 你包括区域主义意义上的变化 那北方一些州 比如说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 这两个州的参议员的变化 这次选举也发生了 那这就是说北方州 呃 中西部州 呃 持续的翻红 那这可能现在快是16年以来一个趋势 那南方州呢 因为增长南方 所谓的大城小州的这些州 比如说呃 佐治亚的变化是亚特兰大的变化啊 那亚利桑那的变化是凤凰城的变化 就是由大城市驱动的一些南方州的一些变化 也在继续 这次选举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不意味着未来选举不会表现 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变化 但是就说那就意味着南与北之间呢 可能是不是就面对了新的一轮两党的这种互换啊 互换访啊 这种感觉啊 呃 那这个恐怕就是现在新的周期的开始吧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判断 就是我们等了 已经等了八年了 终于可能是不是能做这个判断了哈 第二我觉得确实呢 就是说两党政治生态呢 本来跟这个周期变化又有关系了 其实在发生比较大的调整哈 我们一般知道 呃 共和党是一个理念党 那民众党是一个群体党 那这次选举呢 可能就告诉我们那个理念到底是什么 那个群体到底是什么 这个理念就是以经济利益 呃 或者说经济理念为主导的啊 呃 的理念 那就是他就变成了一个阶级党或者阶层党 那那个群体呢 其实就是族裔呃 这个 为 或者说这个那个群体 其实就是强调群体身份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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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 那就是他变成一个所谓的 那个群体本身就是族裔群体啊 就变成一个所谓的族裔党或者种族党 所以就是说两党呢 似乎好像面对同一块选民的时候呢 采取了不同的这个动员的方式 不同的分类方式 不同的切法啊 那可能 这种不同的切法呢 现在看来至少面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呢 这个强调经济理念的阶层党 或者阶级党的共和党 显示更占优的啊 我觉得两党的生态意义上 可能还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些变化 第三呢我觉得确实可能在政党政治意义 两党政治意义上 特别是两党面对总统政治意义上呢 代际的变化呢 可能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 虽然哈里斯没有胜选 但毕竟让民主党的总统政治呢 回到了16年前 就是回到了08年 奥巴马当时的是60后的总统 60后的总统候选人 那就那哈里斯虽然没有当选 但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 2028年的时候 恐怕大概要 要比照哈里斯这个年龄段 是比较还年轻的 就是就意味着可能是60后或者70后 那就意味着就彻底结束了 九十年代以来 民主党选总统一直是40后的这样一个状态 除了奥巴马和哈里斯 那对于共和党而言呢 那 2028 特朗姆不能连任 那么万斯的可能性 虽然即便我们很难预判这种可能性 但是他应该说是在 那个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个短名单当中了 对吧 那一个84年的一个 一个可能人选 到底对于共和党的代际 对于美国总统代际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加速更新了 另外 如果说再具体一点 第四呢 我觉得可能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评论说 特朗普这个什么 华正顿 华府这个一片红啊 等等啊 说什么 总统也是他的 然后国会两院啊 都是共和党主导啊 但是我们不能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 就是说呢 好像似乎呢 比如说参议院现在 我们确实不太 比较意外啊 为什么宾州也被最后 那个Bob Casey也输掉了啊 就是他确实是下百项是存在的 呃 现在看比预期还要多啊 是53比47 但是毕竟他没有拿到掌握议程的60票啊 现在最近几年很少人有党能拿到啊 那就意味着 其实在参议院没有办法 呃 彻底控制议程 在中原部分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还是在悬垂状态 那两党其实都还有机会获得多数 即便是共和党获得多数呢 可能也 最多最多是维持118届国会 目前这个非常微弱的多数状态 那即便民族如果有民众党可能性 回到中原多数呢 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微弱的状态 那这个微弱的状态 呃 甚至也不排除出现极其微弱的态势 比如说无论哪党多数 都是219比216 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啊 但是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那极有可能就变成了 呃 嗯 其实72届国会以来啊 第72届国会以来 也就大概是193 1931年到1933年 那些国会以来 那是218比217啊 就最微弱的一次 众院的这个比例啊 多数少数 那对于特朗普来说呢 其实应该说他 我们知道他在国内政策 一定要推动 二次减税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议题 那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 两个两个场景 一个就是必须要国会通过的 的部分呢 可能确实是需要 和民主党人勾兑 啊 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他去进行所谓的定点推销啊 这个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政治大戏了 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议题呢 他完全可以继续呢 和他第一任期一样 以这个所谓的呃 呃 所谓的国家需要啊 国会呃 失效啊 唯由啊 来通过行政令的方式推进 那这可能就也会有引发很多争议啊 嗯 所以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 他虽然呃 获得了在选民票议上也胜出了啊 获得了这是红一页等等 获得比较大的所谓的总统负权 但是从国会的情况看呢 恐怕其实他面对的 这个执政压力呢 或执政的这个华人的环境呢 就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 我觉得不是啊 不是这么呃 可以这个 进马尤江啊 可以这个 呃 毫无顾忌的推动自己的议程啊 其实还是比较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啊 那么 如果说有什么对于这个 国内政治的影响有什么总结的话呢 我觉得确实这次选举 他有点准连任者的这么一个 胜出这么多啊 但一方面确实是因为 嗯 不得不不得不说啊 确实还是因为民主党四年 这个 在这种包袱比较重啊 虽然他可以说标榜说一些数据如何如何 但是选民的感受确实没有 我觉得啥是看得出来的啊 未必叫孩的肯定没叫座啊 这么一感觉啊 这个 不满情绪很严重 我这还是一个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呢 除了不满情绪之外呢 我觉得多少可能也存在一个解释就是呢 虽然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 在过去至少八年时间里面 美国公众已经比较清楚 特朗普啊 呃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呃 呃 内政外交怎么样 呃 会怎么做 但是确实相对于八年之前 或者相对于四年之前 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个情况 就是有更多的美国选民呢 至少在呃 在这个理念上 呃 必须在个人上啊 至少在理念上 认同了特朗普 呃 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方向啊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国家确实在 在变鬼 在变道 而特朗普呢 可能就是那个 那个操作者 那个搬到工啊 我就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但是两方面 确实一方面是因为不满 另一方面 是各国家的某种认同啊 这可能还要进一步的理解 到底是哪方面更重要 呃 同时呢 就是刚才 周老师也提到 关于这个呃 对外政策啊 其实这个相关的一些呃 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啊 我也都认同啊 呃 我在想就是 呃 就是说我们现在 也听到很多观点说 呃 说特朗普现在上来之后啊 比如说 呃 这个 完全会做一些 完全不同于拜登的事情 啊 对盟友如何如何呀 然后这个 等等等等啊 然后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啊 等等啊 我倒是觉得确实可能 嗯 就是我们也不要把 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 两党 这党争集化呀 或者在一些国内政策议题上 这种 呃 事无水火呀 把他过分 呃 他的影响过分夸大 也不要觉得这种 国内这种事无水火呢 就一定 已经是 这个党争 已经完全不止于水边了 就完全在国 国籍问题上 在对外政策上 完全已经跟国内政策一样 已经是激化到一定程度了 或者说两党上台之后 政策完全没有延续性 会完全的大 大开大合 这个中摆 摆的会非常剧烈 我觉得也很也有些议题也很难做 或者说呃 有些议题 甚至是在对外政策里面 最关键的一些战略方向向 战略方向性的议题 恰恰不是如此 对吧 比如我们现在看 如果当然我们看2020年的时候 在疫情背景下 那拜登 对决特朗普的时候 也是 把特朗普批得 体无完肤啊 那就是什么都是问题呀 对吧 那2021年上台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其实一些重要的地区战略 甚至一些有方向性的一些 呃呃呃 作为主轴的一些全球性战略 好像也也也是 也是比较明确的延续下来了 甚至关于一些具体一些政策 好像似乎也没有改弦一辙 真正的改弦一辙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呢 那特朗普回来 那到底会对于拜登的这些做法 会怎么看呢 那如果真的会出现一种情况是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啊 如果真的出现一种情况是 特朗普的那四年 明确了一个方向 然后拜登这四年呢 基于这个方向呢 大概确定了做法 然后特朗普再来四年呢 继续往这个方向呢 再去推进 另外再加一下自己的一些 某些偏好 那就意味着是不是会出现一种 所谓的拜登的议程的延续 再加上某些特朗普的偏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应该说还是不可小觑的 甚至在有些最关键的 方向性的这个议题上 恐怕也是会如此的 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 特别是他对外部的一些 当然有些会不一样的 比如说什么退群啊 包括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能源的政策啊等等 同意刚才周老师谈到 当然另外一些 特别是这个主要一些 其实是大国关系一体上 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 那这种延续性本身对我们来说 如果真的是 一个人的议程 加上一个人的偏好的话 就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这种组合 对吧 弗兰克斯坦士的组合 这个组合是不是就更 更为更复杂啊 更更甚至是更 呃 我们很我们很难说更难应对 或者说更复杂吧 或者更更值得探讨 对吧 所以这可能是 我觉得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 值得关注的一个 他对世界的影响吧 呃 余老师我想我就先 先先这个谈那么多学习体会吧 那个也请您多批评 也请周老师多批评 谢谢 好的 谢谢大明 谢谢大明老师 这个刚才 呃 又在这个 因为大明老师对美国的选举 是很专业的啊 这个也长期跟踪这个事啊 所以呢 刚才从这个选举人制度啊 这个从选举制度啊 这个选民的这个结构的调整啊 以及这个影响选 这次选举的这些议题啊 还有这个临阵换将 然后这些突发的这个情况 导致的仓促上阵呢 呃 这些方面分析了 解读了这次民主党 这个就是呃 比较大的这个 应该是这个一个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 原来是我 我觉得在这边呢 在选举之前好像 很少有人敢说 这个 在美国这边啊 很少有人敢说 呃 谁会赢啊 这个 可能是在学校的缘故啊 这个 在斯坦福这边的缘故啊 大家反正 这个反应呢 好像一般的都会说判断 呃 输赢都会中间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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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差距都会比较小啊 呃 所以呢 最后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七个摇摆州呃 都扁 都都没赢下来 然后参议院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这个 还是可以说是共和党 比较大的一个胜利吧 呃 那么这 这里边 这个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大明老师也 这个 谈了 我觉得都 很有意思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见解啊 呃 有 这个 很多方面我也都 同意啊 就是 呃 好比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啊 国内政治这个方面 呃 我 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可能这一次 共和党赢 恐怕也不是说 当然是体现在 体现在特朗普身上 他赢了 但是可能共和党的政策 啊 那个 可能形势比人强吧 啊 政策可能相关性更强啊 对这个多数的 普通人来说啊 好比说你虽然经济 可能总体有一些数据也不错 但是 老百姓的获得感 比较差啊 啊 就是通货膨胀啊 他这个感受不好啊 这成了一个很大的事啊 呃 再就是 你可能移民这个事情 你到现地来感觉 可能真的是 比较严重啊 呃 社会治安的问题啊 那么 这些 相比于民主党所关注的那些议题 呃 好像LGBT这种 这种议题 或者这种 这种身份政治的议题 好像对多数人来说 可能更相关 尤其是在摇摆州那些 他们是涉及到自身生活状况的问题 啊 所以呢 可能民主党 确实他之前 因为自己有这样一种 这个 自己的一种立场吧 在这些 这些问题上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 包袱比较重 用大名的话来说就是 呃 那么国际政策的这个影响呢 我也呃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讨论的啊 呃 实际上确实我也同意刚才大名老师说的啊 就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上可能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那个 但是呢 可能在那个基础上更更细化了 更系统化了啊 蒙办啊 刚才朱老师提到的啊 就是这套组合权呢 呃 专业的呃 来做比那个特朗普刚上台的那时候 那个不是特别专业的 这些这个 这个他这个政府啊 他可能这个呃 推进的呃 反而有有有有序的推进啊 那么这种也如果说他是 这这样一种状况的话 呃 那么 特朗普上来之后 呃 加上自己的偏好 或者说 这下边也去 也可以谈个讨论啊 其实我们可以先 刚才这个朱老师还有大门老师 呃 谈完了之后呢 我们呃 这个我倒有几个问题啊 这个我们先 小组里边先讨论讨论 因为我们有有给大家开放的时间 我刚才看我们这个提问栏里边已经有好 好多问题已经出来了 呃 大家听众已经开始提了啊 呃 我我我刚才听两位这个老师这个学到很多啊 这个呃 我我我我其实也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问题啊 想继续呃 请教老师啊 就是那个朱老师呢 刚才谈到后面说对国际这个影响呢 嗯 主要还是从这个就说因为不安嘛 这个比较悲观啊 呃 嗯 那么这里边 国内呢 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啊 就是特朗普上来之后 嗯 挑战 嗯 是有不少啊 嗯 但是也是不是也有也有机遇 啊 呃 是不是也就说他这个可能挑战这个方面确实好比说保护主义啊 民粹啊 呃 为说他可能现在权力基础比较雄厚啊 如果是想稳定中美关系的话 是不是他能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 啊 还是我们干脆就对他断念没有什么期待啊 这个是我想问朱老师的啊 这是第一个我在听朱老师讲的时候想到的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其实这个特朗普呃 这一次呢 比如说共和党或者更准确的说啊 是一个比较大的赢得了这次选举啊 嗯 用大名的话说可能是验证了中间的拜登的可能是个插曲 可能是验证了这次保守主义周期啊 这个又又又又又到了这个时候了啊 呃 这个这个 可能呃 那个朱老师也提到就是哪怕是拜登政府的时候 呃 拜登的政策可能也是特朗普化的 我们说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或是特朗普化的政策 对对外政策这个方面啊 呃 那么这个现在呃 呃 就是特朗普取得这次共和党取得这次胜利啊 呃 我觉得还是出乎不少人的意外啊 啊 在美国这边 我中国那边如果说大家之前好像大部分都判断特朗普能赢的话 美国这边我觉得还是呃 这个很多还是挺意外的啊 那么又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胜利 那么他为什么会赢 赢的还挺多啊 并且是在特朗普呃 本身的这个各种记录也不是太好的这种情况下 并且在红州我听说我没去过南方 我听说在南方特朗普特别受人欢迎 哈哈 觉得他那些事好像都是 都是这个呃 Deep state或者是这个这个establishment给的做的啊 就是这种啊 呃 不知道朱老师怎么看啊 这是我先想呃 给朱老师提的两个问题啊 呃 当面我一会儿我咱们聊的时候我再提 好吧 好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个铁军老师刚才两个问题非常重要 第一个特朗普上台确实中美关系 肯定呃 会有这个新的紧张 这个争论和甚至这个对立 因为特朗普呃 呃 的整个中国政策呃 呃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调整 因为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 然后到这个2.0 这个特朗普时代 这个美国现在就是要牢牢锁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 然后进一步的打压中国 然后想要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所谓竞争力挑战力 然后让美国和对中国重新扩大这个实力 的这个差距 我觉得这种呃 基本的战略共识 在美国完全是左中右一致的 而且这个呃 刚才我也说了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第一任期 这恰恰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呃 呃美国中国政策发生质变的 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 当然这个美国中国政策调整 从David Lampton就是2015年就已经提醒 呃中美两国的学术界 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呃 转折的关口 其实奥巴马时代 就已经开始进行 嗯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因为中美力量对比 以及对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内政外交的解读 确实也出现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呃 转型和变化 那现在特朗普上台尽管其强硬的打压 这个呃威慑中国的这个政策不会变 当然我个人觉得呢 双方还是会有合作的空间 因为对于今天中美两国 这点是肯定的 美国人也很清楚 你三下三下三拳两脚下把中国打趴下 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个现在中国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完整 而且我们也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 所以美国想要完全和中国市场 和中国的这个呃 产业能力要彻底脱钩 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来看呢 肯定呃就是 既要斗还要合 既要这个斗还要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其实我刚才的这个发言 核心就是我们要确实要客观清醒的认识 特朗普的政策诉求和他对美国内战外交带来的变化 然后我们要吸取特朗普第一任期 在和他进行关系处理的时候 应该去深入反思的一系列的经验教训 然后在明年1月20号特朗普上台以后 中国对美的这个针对性的政策准备应该更加充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现在特朗普就是要强调 通过所谓发动第二次对华贸易战来进一步 想要让中国这个也降低关税 扩大这个中国市场开放度 然后也逼着中国进一步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产品 所以这个说到底特朗普的一切政策 它是要有利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的发展稳定等等 所以中国也是一个无法完全就是美国可以掉头而去的 一个一个基本的伙伴 但是从上届任期来看 特朗普的中国诉求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想取消克林顿政府1999年给中国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让中国在关税税率的降低市场的开放度 金融货币的自由度 要跟美国采取同样的标准 所以特朗普也不断的三级人去敦出 中国应该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产品 让中美贸易关系可以相对来说 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个平衡 所以对这样的诉求 我们也需要这个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就刚才也其实也谈到了 就是经过疫情三年 包括到现在我们的国内的市场 开放度确实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包括这个去年开始 我们已经取消了外资 投资中国的这个比例限制 所以中国自己的市场开放度 更加加速加强 跟美国接轨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 应对特朗普新的对华打压 或者第二轮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我们要下好的先手期 那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 就是现在的中美的这个竞争 较量是长期化的 所以你现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国内对这个如何应对 或者中美关系在特朗普2.0版时代 到底如何回应 我们也要有客观清醒冷静的认识 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网上的 这种极端主义声音啊太厉害 这个充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喊打喊杀 就是强调意外要斗争等等 我觉得这是我们确实今天 整个中国社会也需要去认真反思 调整的一种心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特朗普2.0时代说到底 既要敢于斗争 但最重要的还是善于斗争 而且外交的本质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我们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后 如何能够我们说化为危机转为危机 进一步为中美关系的这个相互尊重 这个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寻找到好的机会 我的看法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还是要立足于我们自身的调整 那第二很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变了 环境变 现在不仅仅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 我们今天看看欧洲 看看世界主要经济体 这种民粹主义 新保守主义都在不断的上升 所以原来我们常常讲的全球化时代 这种自由主义的这个思潮 和对内外政策的这种理解 确实不仅仅是在美国 在很多国家都在出现非常明显的倒退 所以我们的反应 也必须要客观冷静的认清这种形式 不是简单的把如何改善 中国的国际营商环境 或者说给我们创造新的 这个发展的机会 就是放在美国要 如何的这个管好自己 做好自己 所以第二个方面 不仅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整个和美国关联的全球贸易 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态势 我们同样要有清醒 客观准确的认识 那当然第三点 我觉得现在也非常重要 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四年 不管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 我们说冲突期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冲突中加强磨合 在进一步的这个竞争中 同样能够推进管控 所以四年特朗普 任期以后的中美关系 我们如何能够有更好的影响和引导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对特朗普 二度当选的评论 很重要的是 中国要第一 要思考自己到底如何去 有效的从我做起 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二个是 对于今天中美的长期的 关系的既竞争又合作的 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要有高度的战略的把控 而不是简单的说 这个敢于斗争 勇于斗争 那当然第三个 特朗普执政 毕竟这是四年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往前看 尤其是对于特朗普 现在给美国带来的这些变化 就是我刚才讲 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客观清醒的认识 特朗普当选 可能从美国国内政治标准 到底是民主的倒退 还是对民主的冲击 但是对中国来讲 特朗普当选 对我们究竟如何去认识 美国的民主体制 恰恰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美国政治体制的这种包容性 开放性 这个选民意志 在这个最终的权力分配中的 决定性的作用 等等这些因素 恰恰是我们经思考一个 今天的美国 未来的美国 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那刚才铁军你说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来看 也很重要 那就是对于中国来讲 这个你现在 中国不仅要调整自己 核心的问题 和美国搞好关系 稳定中美关系 同时也要更多的去稳定 跟欧洲 跟日本 跟韩国 跟澳大利亚 跟新西兰的这个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 对美关系 只是中国外交的一部分 我们虽然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 外交这个对手 或者说经济的这个 集合作用竞争的对象 但是问题是 今天的中国还是要 这个不是简单的 一切都把牌 扣在美国这一边 而是要更多的去如何 加强我们对周边国家 对这个欧洲 日本韩国的影响 所以这些 同样也是中国能够更加合理的 来思考 调整 我们的对外关系的 非常重要的前提 好 谢谢天君 刚才朱老师 那个主要是 我觉得没有 特别提到 但是应该是 大家都很关注的 实际上刚才朱老师 谈了不少 就是面对这个情况 中国怎么应对的问题 这个 主要是朱老师刚才提到的 还说办好自己的事吧 同时要这个 我们现在要好好地研究 汲取特朗普政府1.0版本的时候 应对的一些经验教训 然后准备这个迎接 更大的这个挑战 有些挑战还是非常现实的 刚才这个朱老师也提到 像赖普希泽 60%的关税 这些可能 这个可能性都非常大 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方面 好像是他的法宝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那中国也只能 这个 去回击 但是怎么来应对 怎么来反应 怎么来回击 这个就是很大的 这个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讨论的前提是需要弄清楚 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 然后 特朗普的这些政策的诉求 或者共和党的这些政策的诉求 这个 那么我们从哪些方面来加以应对 来这个 跟这些诉求有相关 然后发挥我们的优势 朱老师还特别提到 这个 就是说 从这次选举当中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的很好的窗口 尤其是美国的民主体制 确实是 因为大美老师刚才前面也提到 这次选举 可能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 政治史上 选举史上 也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关注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也提到 大美老师 我记得他前面也提到讨论了 即便是 现在共和党 在这个参议院取得了多数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 从一个常识段来看 那么实际上 你要是即便是在参议院 有这种相对的多数 但是你要在参议院 讨论一些重要的议题 拿不到60票像这样的 那么这从还是很难以去推进 这从反面反称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美国 即便是因为现在有很多 大家感觉说 参议院上来是不是代表美国 这个我们强调是他民粹啊 或者他有点solaritarian 那么是不是对美国民主体制 有很大的这个挑战 或者是不是代表他的这个没落 那么我从前面两位老师 这个提到的这个点来看呢 还是恐怕我的理解 还是美国的这个 他这套制度呢 还是有一定的任性 即便是特朗普上来 这个他是这样一种 这个这个非典型的 非常规的这样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但是这个美国本身的这些制度 对他的还是有一定的制约 这些呢 可能在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议程上 还是在未来这个国际这些议题上 恐怕他也会受这些系统 体制 结构 既有的这些东西 他会发挥他本人的很大的作用 像他在第一任期当中 这一通拳脚 让世界震惊 做一些大家预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另一个方面也需要看到 恐怕这些既有的这些方面呢 也会对他的这个有很大的限制 我们可能讨论他的政策影响的时候呢 要这些方面都要去想 那个大明老师 您有什么问题对朱老师 或者朱老师有什么 这个 有什么相互有什么问题 我来问大明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 大明你觉得就是这次选举 从你个人作为一个长期跟踪美国国内政治来说 你觉得有哪些点 确实让你觉得印象最深 这个 作为一个学者来说 让你觉得特别对你有这个冲击力的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这些这些点 谢谢朱老师 我觉得这次选举呢 如果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会比较 比较顺利的 甚至是 在选举日的这个 当天 甚至是 就深夜吧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周三的下午 他其实就是他周二 转过来周三的那个那个那个很快啊 就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啊 这个是让我们之前 没有意料到的 因为当时我们认为 大家一般普遍认为吧 因为普遍认为就积累了2020年的那个经验 就说 因为邮寄选票的原因 因为 有些周比较胶着的原因 可能出口民调就不再成为一个 判断的依据 可能就真的要等点票啊 那如果等点票的话 那如果 还要等内华达呀 什么之类的 那可能都9号10号的样子 但没想到确实是比较快速的 就就有这么一个结果啊 这个是我觉得 那那只能说明 这个经过了2020年 那么一次 在程序上比较复杂的选举 那么 美国相关的这些 这个 统计的这种技术啊 包括这个 说口民调的一些技术啊 确实也还是相应得到了一些更新 以至于他能快速的做出一个判断啊 这个事实是 我觉得 以前没 以前没想到的啊 就我没觉得这么快 另外呢 我觉得可能更 重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没有预料到呢 这次选举呢 有这么多提前投票的 或者邮寄选票的情况 因为知道2020年的情况呢 就是1.58亿选民选民选民票吧 然后有三分之二十上是通过邮寄或者提前投票实现的 当然疫情背景下也是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这次选举呢 现在看可能会要选民票可能会达到跟上次差不多的状态啊 我现在因为没有寄完票 也不知道掌握最终数字 1.6亿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是1.6亿的话 按照选举日当天的说法是 8400万啊 就是0.84亿的选民提前投票了 或者邮寄选票了 那意味着这整个这个盘面 有一半人是提前投票或者邮寄选票的 这个状态是在非疫情背景下啊 就是很罕见的 以前没有过 那这个将来如果延续下去的话 2028如此2032如此的话 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选举 选举生态 选举行为 甚至选举经费等等一系列的 就是他整个节奏变了 比如说如果如果有一半选民是提前一个月 甚至各州各州的说法不一样 是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投票的话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那选举的周期其实就更短了 或者怎么样 那意味着可能会在生态意义上 有比较大变化 甚至提前投票会影响选民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本身导致什么样不同的结果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方面的 这个现象是新现象 而且应该说在研究意义上 是带来比较新的挑战 可能应该拿这次选举和上一次 2020年选举的这个邮寄选票 到底对于选民意味着什么 对于选民结构什么 对选民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可能是要下一步 在这方面是要深入讨论的 它其实一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跟以前不同的感觉 周老师您多批评 我觉得大美说的非常好 这次美国选举 我自己有三个 让我觉得很吃惊的点 第一个就是因为觉得 这次选举阵营结果会引发 阵营对抗 阵营分裂 阵营冲突 所以没想到选举以后选票 竟然这个 绝大部分的州的这个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都骚动 或者说这种抗争事件 而且变得特别有条有序 这点就是我们常讲 这次选举的结果 这个并没有像事先想象一样 好像是确实到了 美国两大民主共和两党 阵营对决的这个时代 那当然第二个 也非常明确的 就是民主党 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学术 声音的这种失落 和这个痛苦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确实是很多的这个 大学啊 等等那些 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民众的这个 对特朗普当局的悲哀的反应 那第二个我觉得确实 让我非常吃惊的 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哈里斯的反应 包括拜登政府 拜登总统的这个讲话 哈里斯的讲话 我觉得这次 整个这个选举过程 这个哈里斯的讲话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承认失败的这个讲话 我觉得确实言简意概 强调 透过资案才能看到星光 我觉得这个这个比喻 这个metaphor讲得很好 但是至少并没有这个 任何的这个 情绪化冲动性的这种反应 或者对对手有任何指责 所以这也是这个 在今年的竞选中 强调两大阵营对决 但事实上双方都接受现实 而且在结果出来以后 我并没有看到民主党 在有意想要对选举 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要任何的 这个情绪性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这点 应该说也反映了美国体制机制的一种 它的内在的这个力量 当然第三个确实也让我 比较吃惊的是 特朗普当选以后 竟然世界好多国家的领导人 争相发贺电 争相拿电话 包括我们周边的韩国日本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我们以前经常讲 特朗普是个奇才 是个怪人 是个另类 但是问题就在于 当选举结果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的 绝大多数的反应 都是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我们就是在 完全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管特朗普 这个执政会带来多大的变化 但是今天我们和一个特朗普的 美国心平气和的共处 我觉得已经成为 美国选举结束以后 国际社会反映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诅咒 铁军 这个确实是 我11月5号还专门去了一趟DC 围着白宫转了一圈 看看有什么紧张气氛没有 确实有不少警车 这个也准备好打杂 这个抢的这个好像也有预案 把那些附近的商店都用铁网给围滚 木板都给盖起来了 但是呢 整个的这个过程 还是可以说是基本是平稳有序的 然后民主党对败选之后的这个反应 这个也是 这个大家感觉也是比较 这个宽容开放理性的 也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个阶段确实不是在这个阶段 就是他们还是通过这种有序的选举 来这个通过票决 如果大家对这个现实 民主党在过去四年里面所做的这些 他的这些政策有意见 多数人对这个有意见 因为这次选举不仅赢得了选举人的票的多数 还赢得了这个普选票的多数 那你可以说是一个多数 那么多数人通过这种方式 对过去四年民主党 他这些相关的这个政策 应该是表达了不满 特别刚才大明提到了这个 这个泛红 这个趋红 这种趋势 甚至在兰州主导的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表现 恐怕这个是未来议程当中 这个无论是民主党 我也同意这个朱老师的看法 恐怕特朗普 以民粹或者以他这种 这个民粹主义大概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 能够激起大家的热情 什么这个政党 西班牙的政党 什么我们能 什么欧洲的政党 什么够了 等等这些政党的名 但是你让他们怎么做 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是我们下边需要拭目以待的 无论是移民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或者是这些对外边 这个国际这个票怎么来展开 政策 这个都是我们下边看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个提问框里边 已经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这个 这个大部分问题 我看都是这个请朱老师来回答的 那么朱老师 第一个问题就是 特朗普奉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 就是这个会会导致 他的一些势力撤出部分热点地去 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就说他的美国势力会从我们这个 从一些这个撤出的一些热点地去 好比说我想恐怕 好比说俄乌冲突 您刚才讲的事已经提到了 乌克兰战争 特朗普的这个态度耐人寻味 之前 那么他如果当选的话 会不会撤出这个一些热点地去 导致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区出现扩张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一个回答吧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上台 这个美国外交的这些风格 这个实施的这个手法的这个特点 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调成 所以特朗普现在强调 他上台不仅能 这个挽救第三次 挽救美国避免进入 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他认为他能够 让给乌克兰战争停火 而且给欧洲双方带来一个 合理的解决的这个方案 那这个现在来看 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外交的一个最大的叛点 就是特朗普如何利用他 第一任期和普京的这个 这个多面多次的接触 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竞选期间美国媒体也爆料说 这个特朗普即使下台 跟普京有过六次通话记录 所以他们俩还是在 这个沟通 那另外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 美国的这个国安会 也是强调这个 俄罗斯是普京政府 最希望看达特朗普上台 因为特朗普这个进一步的 这个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 不是简单的给予 无限制的这个 权力以赴的这个财政 军火的支持 那这个俄罗斯特朗普 只要降低对乌克兰的这个 财政和这个军备的这个支持 那乌克兰的战争能力 将会极大受挫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有利于俄乌双方达成某种妥协 所以现在乌克兰战争问题 确实是特朗普2.0版 他的这个个性化外交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看点 我也相信 特朗普确实能够在 俄乌战争问题上 至少会推动某种停火进程的发展 这点我觉得 从目前来看 不是简单的 基于特朗普对自己利益的过渡 对美国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 这个外交特 政策外交影响力的过渡自信 而且确实特朗普就是 不愿意像拜登政府一样 大量的给乌克兰 这个财政军火的援助 认为这些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俄乌战争确实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至少有望进入实质性的停火阶段 但是到底如何最终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个问题 恐怕也不是特朗普 自催自夸 他有跟普京的这个 所谓个人关系就可以去结束的 但是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现在来看 就是我刚才讲的 特朗普因为现在朝鲜半岛局势 也很紧张 特别是围绕着朝鲜近期 西方媒体在上报道的 朝鲜派了一万两千名 士兵进入这个乌克兰前线 来协助俄罗斯作战 那这个态势呢 确实是危险的 因为这意味着说 这个乌克兰战争 有可能扩大化的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 到底如何发挥 他上一任期和三胖三次见面 然后他对三胖有有效的 说服力的这个基础上 来使得所谓的这个乌克兰问题 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能够相应 他通过他非常自信的 这种所谓魅力外交 来有实质性的推动和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但是我相信 这个特朗普 这个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会在他的政策上有所作为 但是并不意味着 美国会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 势力中会采取收缩 收缩态势 因为美国保持全球的这个军事驻军 地区性的这个安全事务的介入 以及这个进一步强化美国的这个 对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的主导性的影响 这是今天国际权力结构 单极霸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也是美国维护自己 作为唯一的老大 他的这种dominance地位 的一个必然的行动 所以不要奢望特朗普上台以后 会采取收缩政策 或者会回到所谓孤立主义 我们现在国内对特朗普的很多的政策 用的一个词说特朗普会重回 美国的这个孤立主义政策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就是特朗普有自己的个性 特朗普有自己的这个利益的估算 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民粹主义政策形象 但是美国是不可能回到孤立主义时代 铁军 谢谢朱老师 因为我接着问 刚才这位听众提的这个问题 再问一句 就是如果是特朗普在俄乌这方面 或者是在您刚才提到的半岛这个方向上 有一些新的举措新的想法 您觉得中国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乐见其成 因为乌克兰战争 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 这个劝和出台 我们也希望乌克兰战争尽快的 进入一个实质性的这个 我们说停火状态 但是呢 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意味着 欧洲地缘政治板块的这种再度对立 大国对抗又重新回来了 所以基于各方的这个利益 现在确实很难罢手 因为你要让俄罗斯完全结束 对乌克兰东部四个州和南部 克里米亚的占领完全撤军 那对普京来说 他这场战争不惜动了如此大的血本 没有任何收益 他也完全不接受 所以普京现在提出 乌克兰战争停火和谈的前提 是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必须接受 俄罗斯占领瓜分乌东四周和南部 克里米亚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当然从乌克兰 从美国和俄罗斯的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现在乌克兰战争完全想要走到 真正的我们说这种彻底结束的状态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 但是至少俄乌战争应该进入停火状态 就像1950年53年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号签的 其实就是板门店停火协议 所以乌克兰在这问题上 尽快的达成停火 其实不仅有利于防止乌克兰战争的 进一步扩大化 引发新的大国更加激烈的对抗 甚至会未来的核战争开启大门 这些都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符合中国的利益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如果朝鲜半岛局势能够稳定 那今天确实美俄全面军事合作协议 已经全面启动 但是对中国来说 我们完全不愿意回到1950年 1950年的朝鲜或者东亚局势 就是北方三角 中苏朝南方三角 美日韩 彻底的这种阵营分裂和对抗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永远拒绝回到1950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特朗普上台确实能够将现在半岛问题和俄乌战争 能够放在一起 能够展示他的所谓魅力外交 我相信中国乐见其成 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的这个创业圈 会有一些最坏的影响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有好的影响吗 就是这个问题大家也很关注 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博弈 在贸易高科技这个领域 是特别激烈的 从第一任特朗普时期开始 在拜登时期小院高强这些讨论是非常多的 现在呢 是特朗普2.0版这个又来了 这个胡汉三又回来了 这个怎么办 这个确实是我切身也体会到我们很多企业 我在这我前一阵去参观了一下TikTok 对这些企业来说 这个跨国的企业 你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然后崛起 有这么大的影响 在美国有10亿听众 在用户 在世界其他地方 在中国有10亿用户 在这个中国之外有10亿用户 但是呢 他很容易这么大的企业 这么快速的崛起 也会非常的容易受到中美之间 这种博弈的战略博弈 或者这安全化的这个影响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什么妥协 或者说在贸易科技这个领域 双方应该怎么来怎么来弄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 那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其实特朗普最后任期 最后几个月就是拼命想要 将TikTok就是我们说字节跳动赶出美国 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说 后来拜登政府上台 一开始还是接受TikTok在美国继续存在 但后来基于所谓对中国的科技战 和国家安全考虑 又再重新谋求将TikTok赶出美国 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年竞选 特朗普不仅在这个TikTok上 刊登了他的竞选的广告 而且公开表示 他会接受TikTok在美国继续的 这个存在和运营 这也是争取TikTok上的这个 1.4亿美国用户的 这样一个现实的这个需求 所以现在来看 希望特朗普上台之后 第二度执政以后能够延续 他在竞选期间对字节跳动 在美国继续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承诺 能够使得双方不要过度的 对各自的科技和经贸 包括投资关系 过度的政治化安全化 那对这一点呢 就是铁军刚才你提到的 那位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 确实也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全面打压中国 那我们的国际营商环境 会变得继续恶化 但是问题是就是我刚才讲的 特朗普第二任期还是有机会 就双方 第一刚才我说的完全脱钩不可能 第二个你完全把美国资本 投资赶出中国市场 其实也不符合美资的利益 包括你现在进一步加大 对这个高端芯片 对中国出口的制裁 所以我们都知道 今年第三季度 英伟达的市场销售 其实在直线下降 所以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是 双方还是要有基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正常的经贸 科技金融 这个相互的这个互动和往来 符合两国社会人民众的最大的利益 对此我觉得特朗普 我相信他也代表了美国华尔街和金融界的 很多的现实的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 这个从上一任期 他对中国的这个基本对策 就是棍棒起家 手上有什么就往头上扔 然后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特朗普第二任期 很重要的是 双方如何能够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这个可以先对抗冲突一阵子 但是还是要达成协议 那上一次特朗普任期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虽然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但是2020年1月15号 刘鹤副总理还是在美国白宫和特朗普 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贸易战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对话解决的 但后来因为疫情迅速爆发 所以整个这个中美关系的基本的政治生态 发生了根本性的逆种 所以这一次特朗普这个2.0的特朗普上台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延续这个2020年1月15号中美签署 第一阶段这个经贸协议的这个用对话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各自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问题就是彼此都要做好准备 所以对于特朗普上台以后 我们整体的中美金贸关系 一方面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但另外一方面能够在新的政策框架下 使得中美的商业金融贸易联系继续稳定的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依然是很大 好的谢谢周老师 第三个问题就是 特朗普2.0会对这个中国跟东南亚关系有什么影响 这个对中国跟东南亚能源转型合作有什么影响 大家知道刚才刚刚这几天吧 这个中印尼这个联合声明也刚发布 这个有全方位的五国支柱的这个合作 甚至在安全领域也提到了 那么特朗普2.0对东南亚还是很重要 那么他会有什么措施吗 有什么影响呢 对中国 好的这个问题问题也很好 我觉得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东盟关系 确实可以说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拜登政府提出了IPEF 就是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的倡议 有14个成员国想要进一步把 比如说印尼啊 马来西亚 越南啊 作为替代在中国进行高科技投资的 这个转移的这个国家 但是呢特朗普现在也前一段竞选的时候威胁说 他上台他就要取消IPEF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可能特朗普对于所谓从中国大根模撤资 寻找在东南亚的新的这个投资点呢 并不像拜登那样高度的安全化 高度的政治化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现在特朗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 美国的制造业 让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产业链供业链价值链 不仅是对中国 而且对东南亚的依赖 要进一步下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特朗普上台对这个中国东盟关系 确实也是 我觉得有利好的一面 这个利好的一面就是 如果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那中国东盟确实需要不断的 通过细致 是严肃 法治化 规则化的 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升级 来拉动两国的互利合作关系 所以特朗普你刚才讲的中国印尼 我们老大跟这个印尼的这个 总统的这个见面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我们不能把宝都压在美国身上 所以东南亚已经成为 中国第一大现在贸易伙伴 出口市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双方还是需要面对 现在的美国政策的调整 不断的加强交往 我们的很多私人企业 现在进入东南亚的势头 也非常的强烈 那中国企业 不管面临美国谁执政 进一步走向海外市场 经营开脱海外的商业渠道 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第四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 特朗普这2.0跟台湾的 这个那么1.0的时间 时期对台湾出售大量武器 另一方面呢 特朗普在选举期间 对台湾的这个芯片 提了很多打压的这种言论 那么2.0时代 这个他的执政团队 对台湾问题可能策略是什么 双方有没有可能 在这方面有这个讨论的空间 两岸 这个大陆跟美国 中美两国 对现在特朗普的台湾政策 到底有什么调整 我个人认为实质性的调整 是很难出现的 就是现在特朗普的这个 在台湾问题上 竞选期间的言论 就基于他的 对美国和其盟友关系的 一种基本的认识框架 就是你要台湾要让所谓的 让美国要把你当成准盟友 然后要给你提供各种安全 义务和保护 那你台湾就必须更多的 给美国 加大保护费 所以特朗普也抱怨 比如说包括台湾的台积电 在很大程度上 也抢了美国的高端半导体的生意 但是这种评论呢 确实是过于情绪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特朗普上台 这个现在呢 就是我担心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共和党的这个反华势力 可能会希望进一步加大 这个美国和台湾的这个政治联系 因为特朗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后来竞选了美国国会议员 还专门到台湾去访问 然后现在有可能被他要引进内阁的 这些国会中的反华议员 像卢比奥等等 这些人都是强硬的反华分子 对台湾的亲台分子 所以特朗普第二任期 在台湾问题上 必须意识到 他不应该进一步的打压 和刺激中国的这个 在足全领土和这个发展问题上的核心力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特朗普在台湾政策上 恐怕不可能改变 拜登政府现在已经形成的 所谓基本架构 所以特朗普的台湾政策 我看到的是 美国的这个政策的连续性 要大于这种变化性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台湾问题上 现在确实中美还是要进一步 加强沟通和对话 这个另外呢 就是现在对于 赖清德政府 这个想要进一步加大和特朗普的 政府的美国的关系 所以现在又报道说 赖清德第一时间想打电话给特朗普 这个口头表示道贺 但是被特朗普拒绝了 所以很多这个美 中美台三边互动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 我个人觉得总体可控 好 那个问题非常多 还有很多的评论 这个不可能回答完 就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点总结性 这个正好也提给朱老师 就说这个 刚才朱老师谈到 特朗普将继续推动国际规则的变化 我们也听到中国也在努力 寻求国际制度的这个调整 那么想问一下美中两国 这个想改变的到底是什么 有相互 有交叉互惠覆盖的地方吗 这个水火不容 南辕北辰的地方到底在哪 现在是个大问题 这是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 这个问题我刚才看到了 我觉得提的非常好 这个提这个问题的 今天的参与者 我觉得思维也很犀利 就是美国想要改变规则 他的感觉是 中国也想树立中国的规则 那这两个规则问题 中美如何协调 我个人觉得 最重要的是 国际规则说到底 核心的问题 中美两大国都可以起 重要的规则制定 规则推广 形成规制共识 到加强规则问题的 国际合作的 这个相关的 中美的这种 这个相关协调 但是首先第一点 中国不可能提出 完全脱离于美国的 一整套的国际规则 因为就是我刚才 也再三强调 改革开放 七八年到现在 中国能够发展 进步那么快 很大程度上 也是美国 拖着拉着中国 进入了当代 世界贸易 这个金融和 这个产业体系 那当然第二个 很重要的 规则制定的背后 本身是一个力量问题 实力问题 那今天美国的 基本战略能力 依然领先中国 尤其是国际 话语权能力 蒙办体系的规模 和塑造能力 美国都远远大于中国 所以我觉得 在规则问题上 中国当然要提出 自己的观点 因为这种观点 才能更好地 反映中国的利益 但是中美之间 还远没有进入到 就是规则竞争 规则摊牌 或者规则对立的时代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强调对 今天的国际规则 中国不仅是参与者 建设者 中国也要足够去 伴连建设者 引领者的作用 所以我并不认为 今天中美各自的 这个基本的规则体系 完全是背大而止 恰恰相反 在推进更加有效的 真正的多边主义基础上的 规则制定 中美反而是 应该成为重要的协调者 共产的合作者 重要的 共同的 引领者和参与者 好的 谢谢朱老师 今天这个 我们这个第219期 大学沙龙 有关于这个美国大选 其实对世界的影响的 这个讨论 我们就到这为止吧 因为时间到了 朱老师好像还有别的会议的安排 我们感谢朱老师 对这个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 这个问题 进行的这个 相当系统 我觉得这平衡 务实的这个解读 也非常感谢大明老师 这个专业的 这个评价 还有评论 还有这个 给我们的分析 非常细 我们今天是周末 我看在线的听众 有330多人 大家提的问题 也很犀利 评论 也有很多批评的意见 就是不一一来展开了 但是呢 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 我们回答的问题 只是其中一小的部分 因为时间所限 我们最后也感谢 这个大学杀龙 这个平台 特别看员讯文 来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来跟大家一起 这个请两位老师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他们的这个看法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参与 好 谢谢铁军老师的精彩主持 谢谢大明老师的这个 精彩点评 最后谢谢 谢谢周老师 谢谢于老师 谢谢 谢谢王老师的精心组织 嗯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